松佳 淺木式电视柜 圆形木纹茶几 又在不同位置 用照片大大小小的木框 以木的纹理贯穿全屋 这个单位主要是围绕着日式的清新风格为主 我们无论在色调氛围上 在用料上 或者在配搭不同的形式上 我们都用了这些日式元素 包括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木皮维生 这个木皮维生也是用了一些比较浅色 天然纹理多一些 就可以复合日式元素 设计强调简约光满 全屋以浅色调为主 再在不同的角落加入浸光灯 达至油和效果 在厅的灯槽上高 我们都会做一些浸光 而在厅的鞋柜 这个吊柜的下方 甚至在电视柜下方 我们也做了一些浸光效果 这个效果就是 当可能是看电影的时候 或者其他比较不想有那么光的情况出现 我们可以关上厅的所有天花灯 只能开这个浸光效果 做到一个比较温暖的风格 饭厅和开放式厨房新正 保留交流标准 客厅部分 电视机背后的墙身 大范围用上米白色焗漆色面 配上横跨客客厅的圆空式电视柜 感觉轻盈 也有延伸的效果 梳化后面一幅特色墙 是焦点所在 利用玻璃和粒特不平的物料 令原本平平无奇的墙身 变得更加有质感 亦用了很多不同的日式元素 包括来自日本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硅草套 这些物料亦非常适合在海边和郊区的地方用 因为它可以有防潮 亦可以有驱从功能 另外我们亦用了一些玻璃座间隔 原本这里是两个比较私人的房间 玻璃的设计令整个厅的视觉效果 它会宽阔一点 空间更大一点 亦可以令到书房内的人 可以看到外面客厅的一些动静 或者可以看到电视等等 走廊天花和墙身以木皮色面 延伸到两间房 书房门改用长红玻璃 兼顾彩光和通透感 同时保持一定的私隐 地台升高着重储物 房的长身装有薄柜 可以用来做书桌之外 亦配合高致天花的储物柜 近窗边有层架 有长纸和摆设装饰 令这个展示空间富有个人品味 用色简结加入不同物料配搭 主人房设计层次丰富 会有日本的墙子 亦会有刚才所说的 日本的一个龟组套 配合我们一整排的衣柜 和书桌 形成了一个 和厅可以贯彻 一个风格的元素在内面 床头左右两边也会有床头柜 而床头柜的旁边 亦都有我所说的小型书桌 方便屋住他临睡前的阅读 或者做文件的东西